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随着著名的麻烦制造者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美国日裔上将哈里 哈里斯即将去职 他的后继者成为美国媒体关心的问题 此前曾传出第七舰队司令 太平洋舰队司令等多个海军上将可能坐上太平洋司令部宝座的传闻 但最新的消息称 这次美国海军很可能失宠了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1日报道 目前华盛顿考虑的人选中 最可能接替哈里斯出任太平洋司令的 是现任太平洋空军司令 空军上将特伦斯欧尚纳西 如果欧尚纳西接任太平洋司令 这将是首次由非海军的将领出任这一职务 美国空军上将特伦斯欧尚纳西抵达东京 突遍来源 美国空军官网 他相对低调的作风可能是入选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 在中美间扮演了麻烦制造者角色的日裔上将哈里 哈里斯实在是太高调 特朗普可能不希望再来一个过于强势的太平洋司令 据防务新闻报道 有四个消息员证实 目前华盛顿正在讨论的人选中 特伦斯欧尚纳西最为领先 他可能将打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Polcom 司令由海军将军担任的传统 但是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或许是这一任命的主要反对者 报道称 欧尚纳西是太平洋战区主要官员中相当出名的人物 他曾在2012-2013年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亚洲政治军事事务副主任 自后14个月担任太平洋司令部作战主任和驻韩美军副司令 一名首期欧尚纳西的消息员表示 这位曾担任F-16战斗机飞行员的将军是一个谦虚的人 大部分时间避免出现在聚光灯下 这对于他竞争太平洋司令将有帮助 对于这一提名最大的障碍或许是麦凯恩 他一向亲近海军与空军颇有嫌弃 美国空军目前尚未同时参议员军委会这个提名 但空军消息员称一旦走出这一步 空军将与麦凯恩正式谈这一问题 这位消息员表示 虽然近来麦凯恩和空军的关系有所改善 但还不清楚他是否会支持欧尚纳西的提名 而在美国海军内部 关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人选问题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9月底表示 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已经通知他 不会由他出任太平洋司令 因为他无法撇清与今年夏天海军两艘战舰与商船相撞的责任 那两次事故中有17名水兵死亡 损失数亿美元 海军可能提名目前担任舰队司令部司令 戴维森上将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但他在太平洋战区的经验非常少 他的从军生 俩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海岸和中东度过的 卸任太平洋舰队司令 斯威夫特上将曾被认为是任门人选 但他在9月宣布退役 同时公开表示他已得到通知 不会由他出任太平洋司令 在撞船事件中严重受损的麦凯恩号驱逐舰 正由半前船运回本国 此前被盛船可能继任太平洋司令的斯威夫特 也是对华强硬派 9月份在得到通知已经出局后 愤而辞职 海军消息员说 戴维森是个不错的候选人 我相信我们已经认识到 斯威夫特不大可能了 戴维森上将曾担任爱森豪威尔航母战斗群指挥官 也曾担任格底斯堡号巡航舰汉 泰勒号护卫舰舰长 而案情职务方面则曾担任参联会战略与政策主任 国务院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特别代表 以及舰队司令部司令 在接任舰队司令部司令前 戴维森曾任入欧洲的第六舰队司令 但在太平洋方面 他的履历就只有曾在太平洋司令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参谋 美国海军可能提出现在担任舰队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上将出任太平洋司令 戴维森从任何角度而言都不是一个陪太子独株的角色 海军消息员表示 这就是说我们明白欧尚纳西是一个强势的选择 如果他获得上面首肯 那要我们也会为戴维森找一个其他的位 事实上目前戴维森也是美国海军作战副部长的强势候选人 如果他不进入太平洋司令部的话 目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比尔莫兰上将可能会替代斯威夫特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 通过此次提拔空军将领担任太平洋司令 特朗普可以加强对美军的实际控制 美美认为这次太平洋司令人选的问题 可能也是特朗普和麦凯恩之间的一次较量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平台观点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观察者网微信 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声明